花被动为主动的文旦幼早收栽培技术成效大家有目共睹 而今年的文旦幼农趋之若鹜 不仅花莲甚至拓及到宜兰的文旦幼农 瑞瑟地区早收面积也达到了100公顷 总共有90多位的农民投入 而其中部落农民人数直线上升 近逼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 为首批文旦幼早收栽培技术的文旦幼第七班班长陈金和 今年文旦幼比白鹿提早18天采收完毕 现在忙着分级包装准备外销港澳地区 在农业部花改厂这一场文旦幼早收栽培技术成果发表会上上台分享经验 电队面积是21.81公顷 是目前这里最多的 我们总面积的话我们集团是31公顷 多少人 目前22位 产销履历验证的是17位 和班长陈金和一样 已经第二年以早收栽培技术管理生产文旦幼的黄玉淳夫妻俩 为在韩山脉岸叶西的幼资源 产量品质逐年提升 去年甚至拿下文旦幼评鉴比赛特等奖 黄玉淳说早收技术优化土壤水分管理与合理肥培 文旦也风味绝佳 纯齿流香 本身的年龄长大 这样配合起来的话 它的效果会来得要好 是这样的 你是今年第一次参加草生吗 我第二年 好 第二年 去年我是优等奖 好 好 好 对对对 你的文旦幼有什么样的特色 我的文旦幼都是处于 它的特色是老长的 老长的比较多 都比较还大 农业部花莲农改厂推动瑞穗文旦幼 早收栽培技术辅导致敬第三年 参与人数逐年增加 今年总共有90多位的农民 投入面积也从50公顷增加到100公顷 尤其今年部落农民 踊跃加入文旦幼早收技术之列 进一步提升了部落文旦幼产值竞争力 进了我们这个早收班 但是由我们改良堂 由老师来来辅导我们 之后 所以我们的代表方面 有一定有加强很多了 希望是说 明年如果说 还有继续在办这个早收班的话 我们也会更努力 相较于去年 农业部花莲农改厂厂长 杨大吉指出 今年面积增加 甚至也扩及到了宜兰县 去年七个早收推动小组之外 今年新增加了五个专门 由部落或原民合作社组成的推动小组 文旦早收栽培技术日趋成熟 产值水准高 参赛获奖肯定 杨大吉希望借由早收栽培技术的辅导推动 提升花莲温丹佑的产值水准 强化产销市场上的竞争筹码 记得食欲栏 瑞瑞采访报道